好 13 我们刚刚讲了前面这个句子 他说The company's cars are sold in more than 50 countries 在超过叫more than 在超过50多个国家当中 这间公司的车子却在很多公司 很多地方在很多的国家都有被sort 被贩售 好 举例来说 例如 这两个字通常会翻译成例如 例如说他的车子sailed well 贩卖的很好叫sailed well 在哪里卖的很好 in the US and the UK 在美国United States 还有United Kingdom 在美国跟英国都贩卖的 sailed well都卖的很好 所以这边缺的是一个举例来说 那留意这个句子怎么翻译 这个full instant 这个片语要怎么去使用它 留意就是他的逗号 老师都会记他的逗号 你会发现 他的逗号是打在full instant的后方 而且他后面会加一个好长的句子 好 那为什么要特别讲它 各位 你看在中文例如 很多同学还会去记另外一个字 老师我可以用such as 吗 可以哦 但是各位来 你看 如果我把这个句子用such as 写 答案就变成 The company's cars are sold in more than 50 countries Such as US and UK 来 各位感受一下 such as 跟for instant差别在哪里 你看 such as 也是中文翻例如 但是它的逗号有在后面吗 没有 逗号是在前面 你看哦 逗号是在前面 而且它的后面不会加句子哦 它后面会加的是一个单字 一个名词&一个名词 都是一个名词 逗号一个名词 逗号and一个名词 可是这个呢 for instant 它的逗号是在后面哦 然后后面加的是一个句子哦 所以各位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帮自己判断 什么时候是such as 什么时候又是for instant 这样可以哈 然后接下来这单字这个重要哦 再来我们看到下一个第二大题叫做 multiple choice 就是多重选择 这题在考各位文法咯 我们看第一题 if o关键字 你的那个雷达要打开哦 看到关键字了对不对 这个字叫做假设语气 假设语气呢 当你看到它你就跳出这个文法 你就要马上跳出这个文法来检视一下 老师在教假设语气的时候 有讲到对未来的事情做假设 这时候前面的这个f的句子叫条件句 条件句有个重要的关键 就是它的动词一定要用现在简单式 动词一定要用现在简单式 注动词也要现在式 再来它的后面这个叫主要子句 后面这一长串的叫主要子句 主要子句呢 一定要有注动词 像是can may will 等注动词再加原V 好这是公式哦 让我们来看看 like if joanne怎么样 from college she will 你看这里真的有注动词 所以这里后面这个注动词加原V 这个叫做主要子句对不对 来我们把它画起来 所以这里的she will go 这边就是我们的主要子句 你看它符合了注动词 而且后面加原V 那这里呢 前面的这里呢 这里就要符合我们的公式 说动词要什么 现在是 动词一定要现在是 这要用绿色画起来 动词要现在是 所以找一下吧 各位你看joanne joanne是第三人称单数 然后呢 后面呢 动词要用现在是 要单数 所以哪个字就是她咯 你看第三人称单数 动词用单数 这是主词是单数动词 好单数主词动词就用单数 所以答案是猪 有看到吗 所以这题用这样子公式 用公式来找答案 就可以了 答案是猪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到 第二个句子 第二题在考什么 来我们先打开我们的雷达 来题目 Nikna had the girlfriend into the hospital because he was too sick 好来检视一下 这里有什么关键字 哎这个字 这个had是什么 这个字如果有人把它翻成有错咯 不是 这个字翻译成让 这个字使忆动词啊 它翻译成让 它翻译成叫 叫某人干嘛 让某人干嘛 逼迫某人干嘛 它是使忆动词 使忆动词除了这个字 had之外 各位你还可以背出哪几个 就是这三个 使忆动词在我们这次的范围 它就是考这个make 这个字有要某人干嘛 这个字可以翻要 have呢 可以翻成叫某人干嘛 还有let呢 可以让某人干嘛 它们都是使忆动词哦 好使忆动词后面要加什么呢 使忆动词后面加一个寿词 如果这个寿词 这个寿词可以主动作 后面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用原理 所以你看 他要他的女友去做后面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他女朋友可以做到吗 可以啊 他女朋友可以带他去啊 所以我们答案就会选a 我们看到用原型动词 take to the hospital 他希望女友带他去医院